大家好,各位早晨 其實這齣電影我相信是今年 我最期待想看的那齣電影 我是超想看的 看之前我預計了我會很喜歡的那一類型的電影 抱著一個這麼高的期待去看這齣電影的結果是怎樣 結果是有點失望的 只可以怪我自己 但是講清楚我不是覺得這齣電影不好看 我覺得這齣電影是一齣不錯的Mission Impossible電影 是一齣中上的動作片 但是例如比起之前的三集 比起第四集、第五集、第六集 我覺得是差一點 從這樣的角度就跌了窩 因為他之前做得很成功的 但在這一集我覺得他沒有那麼成功 所以我稍後再慢慢數 但是整體來說我的感覺就是這樣 他的故事就是講 傳宇宙 又再一次陷入一個陷球產的危機 這次的危機是跟電腦、AI等有關的 然後就講過男主角的IMF 以及Ethan Hunt 以及他的一些夥伴 包括Benji、Luther 以及Ilser 他們幾個出動 要完成某一些任務 因為這齣電影是第一集 所以在他結束的時候 他有一個小結 但是整個故事其實還未完 危機還未解決 那個就要看第二集 但是他斷開那一集 就沒有去到像Fast and Furious 那些那麼離譜 他都有一個小結 有一個完結 但是他整體危機的故事 還未過去 大概是這樣 故事也不需要講大 但是我會提及故事的故事 整體來說是比較暗 危機感是比較重 整體的感覺是這樣 阿夫人就覺得 好像Tom Cruise的氣氛少了 我就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覺得Tom Cruise 當然他也是很多氣氛 因為他是第一男主角 但是我很嚴重 是覺得 我想看的其他那些 旁邊的一些角色 就是Benji、Luther、Ilser 乃至於劇照裡面的White Widow 也是一個之前出過 我很想看的角色 Jermie Renner 那個就簡直沒有參與 這些所有的角色 我之前看過 我是很喜歡 我差不多是喜歡這一堆角色 跟男主角的喜愛程度 已經是一樣的了 所以我除了想看Tom Cruise 我也喜歡看這些 我就覺得 他旁邊的一些角色 他們的氣氛 真的少了很多 因為他的電影 他的片場是長了 但是他也花很多時間 去講這些核心角色 以外的其他角色 他又花一些角色 講一下美國的政府官員 那些什麼CIA 他們又在開會 在談些什麼 然後又花一些時間 講一下那個壞人 和他的女助手 他是有花很多時間 講了其他 尤其是他還侵添一些新的角色 他就加了一個女角色 那個是第二主角 那個是 那個角色 就是一個小偷 就是一個Tom Cruise 想幫的人 那個女生 有很多視頻 他的氣氛 比其他次要的角色 他的氣氛 是僅似於Tom Cruise 所以 我就會覺得 我不是不喜歡新的角色 但是 我覺得 不可以令到其他角色 他們的參與程度少了 但是 我是很覺得 他們的氣氛 是 很少了 我想看多些Benji 我想看多些Lufa 我想看多些Elsa 但是 就是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 這方面 我覺得 有點失望 至於 那些動作場面 你看這齣戲 你看過那些動作場面 他們的設計 怎樣 我覺得 其實都是退步了 例如 在這齣戲裡面 在 比較早段 一頭半段 的時候 有一大段 是開車 飛車 那些情況 他就在 一些 窄的路 穿梭 有那些 飛車的場面 我覺得 那一部分 跟第五集 好像是 跟第五集 其中一段 是很相似的 我覺得 連那些磚頭路 都很相似 但是 我覺得第五集 拍得很好看 我覺得 飛車的第五集 是拍得很好看 我覺得 但是 不知道為什麼 在這一集裡面 我覺得 全都掉了 絕對不是 因為看過的問題 因為第五集 我是翻看過很多次 我是翻看 都覺得很好看 但是這一集 那一段 我覺得 可能有很多原因 可能是 剪輯 各方面 我覺得 畫面 零碎 整體的感覺 我是覺得 我不是看得很清楚 那些車在那條路上 是怎樣 飛發的 我是看得不夠清楚 拍得不夠清楚 或者剪接得不夠清楚 所以我覺得 他飛車的那一段 他已經是 跌了窩 然後 他拳腳打架 也跌了窩 因為 對上一集 我一個 很有印象的 就是 他拳腳的設計 我覺得 他設計得很好 對上一集 即是 第六集 我覺得 他的拳腳設計 設計得很好 他在比較 頭段 有一段 講到 Tom Cruz 和 超人 和另一個人 他們在 廁所打架 在藍廁那裡 我覺得 第一次在戲院看 我都覺得 嘩 打得很厲害 硬橋 那些動作 硬橋 很好看 但是 來到這一集 我覺得 是 普通的 不是不看得 不是說他開樓攤 不是這樣 但是 比起 上一集 他設計得很高的 那一個水準 他 是退步了 我覺得 所以 無論是 拳腳 和 飛車 都已經是退步了 我覺得 依然是OK 但是 退步了 OK 所以 整體來說 我 我 會喜歡之前的三集 比較多 但是 當然 當 Part 2 推出的時候 我一定 會 很心急想看 然後 一做 我又跑去看 一定 都是這樣 OK 但是 是 有點失望了 我給他評分 我給他評分 我想 B B 至B 減 我想 B至B 減 但是 都是一些我喜歡看的角色 還有很多人說 他在宣傳裡面 經常出現的 那些 TOM CRUZ 在山崖那裡 飛電單車 下街 那些不算穿巧 因為他的宣傳 都已經是 融入了那些畫面 又是那種感覺 會好看 但是 我又會覺得 例如 第四集 他爬過大廈 他之前 已經 已經有 拍過更加好的 類似的那些場面 甚至乎 他好像是對上那一集 有一段 他在天花板 他在那裡 跑跑跑跑 然後 跳過對面 差點 緊緊跳到過去 那些畫面 你說 簡單很多 他 跑一大段 然後跳 我甚至乎 會覺得 那一場 那一段的畫面 比我那種緊張感 比他在山崖 駕駛 開電單車 飛下去 只可以說 他之前那幾集 設定的水準 是太高 他是很難去 配合 我對這齣戲整體的感覺 但是 如果你不像我那樣 抱一個 太過高的期待 進去看 你也可以 have a lot of fun